大家好 華記12月16日深夜報導 今天就要講講關於水費的問題 夠早時,我昨晚到晚上八、九點 都跟水務署的官員開會 關於水務署收緊劏房戶的業主 違法濫收水費的事宜 在講之前,我想講英國的水費是怎樣的呢? 我讀一讀有關於反對派的網站的內容 不要問英國的水費是怎樣的貴 應該要問一下,為什麼香港的水費這麼便宜 因為東江水,背靠祖國 曾經在英國的朋友家中記宿素天 Facebook是嬰兒寶寶 洗澡後沒有扭緊水龍頭 以至花灑滴了一晚水 結果早上起床便換來幾星雜馬 有人的家境上訴富裕 卻對用水這麼大反應 就令到他很好奇了 因為英國的水費 是不是真的這麼貴呢? 香港的水費 所以由政府部門 水務處統計四個月一季收水費 以一人用水量 70立方米 製算的話大約要付300元 平均每立方米是4.200元 4元鬆一點 相對而言 英國的工水 自1989年開始私有化 由私人企業營運 如果拿服務在倫敦 超過七成人口 這個收費的標準 每立方是15.29元 即是港幣 換言之 香港對比香港三四倍 可以見英國的水費 真的比香港貴很多 不過繼續尋找資料 才發現天外有天 原來德國、丹麥、比利時、法國、西歐國家 水費都比英國貴 納威的奧斯路更加比英國貴了差不多一倍 所以發展中國家中 英國水費只算中等水平 為何我們香港的水費這麼便宜呢? 這個就是有一個Facebook叫做嬰兒寶寶 希望有一些見過世面的香港人 就明白香港的水費公道說話 因為我代表我們的商會 出席水務署昨晚有個會議 跟一些地區工作小組 或者地區的關注小組 就跟水務署一起去開會 有關於一些劏房戶 就被一些業主濫收水費 在今年5月來說 水務署就製造了一個刑事法 就是誰劏房業主濫收水費 就是犯了刑事條例 正於犯法 其實這一個是好心的 因為水務署就說 如果你們劏房的分標 業主自己計算水費 它本身的水費是沒有那麼貴的 你自己租了變成劏房之後 就將每一道水費加貴了 對租戶不公平 所以水務署就制定了一套策略和配合 就安分標 申請等等 就希望那些劏房戶 就不要活在水深火熱 就捱貴水費 在這個層面上 就將這個濫收水費刑事化了 其實呢 就昨天的會議 我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因為有些長者 或者有些劏房戶 他就很害怕 就自己就被那些業主濫收送費 可能計算他兩元左右 那麼水務署計算他過幾 就算多了 那麼就有一些年輕人 就藉著這個議題 就挑起事端 不斷去抹黑 就是說 政府為什麼不主動去檢控這些劏房戶的業主 為什麼要市民舉報 就有很多這些聲音 昨天在會議上我有發言 我就說 其實業主有兩種 有一種是無良 有一種是有良心的 無良那些是算死草 算死草的業主 他就一定會收你市值租金 亦都會收貴了你的水費 如果你是這個租客 我建議你舉報這些無良業主 他本身收緊市值租金 亦都收貴了你的水費 那你不用怕他 你用市值租金 你別的地方都租到樓 做劏房 對嗎 那就舉他 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業主 就是有良心的 他根本不知道水費這個問題 是刑事化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濫收水費的 但是有些劏房戶 可能租了好幾年 他交的租金就是below market price 即是比市值租金還要便宜一點 一些老客戶 租了好幾年 業主可能這幾年 十年八年都沒有加租 仍然是用低於市值的租金租給你 那些地區辦事處的年輕人 他就用著這一點 就在這裏 不斷把社會分化 我昨天發言都說了 你不要妹仔大過主人婆 因小失大 人家過去那一年 可能每個月收少你千多元租 水費一年可能收多了你三兩百 其實業主都不知道收多了你 你就去舉報他或者跟他產生矛盾 然後賠了夫人又截兵 即是贏了粒糖就輸了奸廠 那些年輕人不理你 我昨天就在會上那裏說 我就說 其實我們負責態度幫忙大家 我就是華記 在油尖王、土瓜環、大國咀 我也有分行的 叫了水務處給多些傳單 如果你們覺得你那個業主 無良也好 有良心也好 你覺得是濫收水費的 首先你告訴我 我上來你的大廈管理處 那個告示盤那裏連個大大張 水費就不可以濫收 否則就是刑事化 分分鐘坐監罰款 不出奇 讓你的業主知道 讓他自己糾正 這是第一 第二點就是 如果水務處不做多些宣傳 社會就變成有矛盾 水務處就變成好心做壞事 我就建議水務處在宣傳方面 每間地產代理店 你都給一張宣傳單 由我們中介幫你推廣 免費 義務 有些年輕人不斷煽動一些劏房戶 就在這裏罵水務處 我覺得這樣 其實水務處平心而論 他已經主動去把濫收水費 這件事刑事化 即是說 你在街上搶劫 偷東西 本身已經是犯法 如果你明知犯法的事都要做 就讓警察拘捕你 即是業主如果知道濫收水費 是刑事法 你都濫收水費 就被人拘捕 但因為這個法律 是5月才推行 宣傳不足 我覺得要給水務處多些宣傳推廣 特別是在地產代理 因為租樓也是靠地產代理 所以在這件事上 地產代理 昨天他找了我做其中一個代表 因為我是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副會長 找我去把問題解決 其實我希望中和 平衡業主和租客的矛盾 即是我們希望做一個和事佬 平衡業主和租客 我們以和為貴 如果那個業主本身是收便宜了你租 他也不知道原來他濫收了你多一百幾十元 我們樂意去連街招 那個宣傳單張 就去一個大廈 或者派信給他 讓他知道 另一個就是 如果他是無良業主 濫收水費 直接舉報他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在這條片上 帶給大家 我們社會要和諧 社會要和諧 不是說要製造一些分裂社會 然後做一些反政府的聲音 明明水務署 是好心 將這些劏房戶的業主 就管制他 監管他 那你就變成 一些社會的地區中作小組 可能就要將他妖魔化 就變成好心做壞事了 水務署 其實昨天八九點 他們都還在水務署總部開會 我覺得這個精神都可加 希望這條片帶給大家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業主 你必須要留意一下 你是劏房的業主 你有沒有濫收水費 立即糾正 找一個持牌水喉像去裝分錶 水務署會提供給你 如果你是無狼業主 更加要小心 因為你的租客會舉報你 有機會要罰款和坐牢 不是嚇你 現在雖然沒有案例 但是積極去處理 水務署 希望大家對於水費 千萬不要身在腹中不知腹 我們吃東江水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你出去見過世面 你如果又見過世面 去一下其他地方 你比較香港 香港每一個人 如果沒有記錯 有六至七立方平方的水 是不需要收費的 還有一個豁免的 你就是英國 你吃貴水都可以了 好了,今天講到這麼多 記住 12月18日 我們免費推動素食 11點半 華記正能量 廣東道332號 免費派素飯 歡迎大家報名 WhatsApp 6998-6777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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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